徐國勇部長確診 院長有致電給部長嗎 以及院長最近身體還好嗎 有沒有跟部長接觸 內閣官員陸續染疫 內閣運作上是否沒有問題 剛剛我從總統官體開會出來 有直接和徐部長通話 他的狀況還好 只是有一點鼻塞 要進一步來我建議他要好好檢查好好休息 安心靜陽 他說都沒有問題 也很謝謝 那我特別要呼籲國人同胞 因為這一次的這個病毒傳播力很強 但99.7%都是輕症或無症狀 大家可以把平常做的防疫更確實做到 黑心業者違法進口中國制富樂快篩 那是否會對業者開罰 那國民黨質疑就是政府涉嫌圖利120億元 那院長怎麼看 黑心無良廠商 對於關係人民健康的遺材 竟然圖暴力 而以他國類品來仿 爆進口的品牌 非常不容疑我們國家社會 政府一定研查研辦 中央並沒有 指揮中心沒有購買這個藝材 但我們會要求相關機關 研查研辦 同時守護國人健康 是政府中央到地方 一貫的責任 我們更會嚴謹來把關 同時 對於違法的廠商該怎麼處理 都由主管機關 依相關法制處理 探索